我可以真心的把心裡的話講出來嗎 來 請說 這個節目是必須要有所替換改變 有有有 好嗎 什麼意思 需要替換掉的是性格 蛤 女兒如果生完小孩回來 你在這段時間表現收視率又沒有掉 所以是要增長比如說增加1到2之間 0.1 0.2之間 0.1 0.2之間好不好 如果你增加了 平均數是增加了 是 這個節目以後你就是大跟班 那什麼意思 大家都捨不得你耶 不要不要再挽留我 好不好 拜託不要了 因為 好啦 心裡話啦 說啦 說啦 先就說了 因為藝能界 實在很難賺 好不好 真心話一句吧 好不好 主要原因 演藝圈 讓我失望啦 嗯 我是一個永遠真心真意的人 嗯 我看到這麼一堆假面具 這樣晃來晃去 根本都假掰的要死 都假的 對不對 莫名其妙的人 他也可以當國民法官耶 對不對 然後呢 跟我是我的鐵粉 收集我的每一張唱片 然後正面是這樣對我 後面是 原來是可以這樣下這種毒手 下什麼毒手呢 我就不用說了 憲哥其實現在 太嚴肅了對不對 呵呵 憲哥其實現在內心還是對 他還是有什麼不滿 我知道 他 他 沒有什麼不滿 就說這個世界上啊 各位小朋友 戴著假面具的 可以活得很好 真心真意的 你就要正面 遭受到非常糟糕的東西 嗯 而我要在這裡呢 開心的說一句 我 開始跟最終 都要以一個好人的姿態 進入藝能界 離開演藝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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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